来到几乎世界杯 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视频 今天我们要提的是淘汰赛 第一场比赛是16进吧 前方还是用克劳泽 希腊前锋 法国前腰 哈扎德左前卫 沃尔科特右前卫 后腰是伯格巴 看我们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谁 85总体是433 前方有法尔考 右前卫 南尼 左前卫 博德里克斯 还好 第25分钟 空一下球 打了一个二过一 直赛给我们的右后卫 右后卫 没有传中 啊传中了 漂亮一个听球 1-0 我终于查到这个希腊前锋叫什么了 翻译成中文叫米特罗格布 他生涯其实在希腊奥林匹亚克斯 然后这个赛季在英超的弗洛姆队 第36分钟 我们被搬回了一球 上半场就结束了 1-1 还是很势均力力的上半场吧 我们做了四次门 对方射证了两次 开场上船 我们上一期进了一个 这期被进了一个 开场上船也是可以防的 只是开始的时候没有特别在意 没想到他会上船 你防守的时候呢 就你换到你的后卫 然后用鞋房间让你的前锋去铺这个传球手 这样就能把这个球放住了 但是我们很快把比分搬平了 还是这名希腊前锋 米特罗格布 我虚他是因为他用的这个开场长船 算半个半 所以我虚了他一下 48分钟二边 58分钟 我们后掌控球 装给哈达德 安德德一脚长船 装给他克劳德 克劳德 好过了 啊很幸运把球拿到了 很漂亮一个甲扣啊 啊可惜没有进 沃尔科特 裤射3比2 这个球如果直接进的话还是很漂亮的 67分钟小球 克劳德4比2 克劳德 投球有99 这个是因为 克劳德创了这个世界杯进球 进球数最多球员的记录 所以这个 应该发给他一张90数值的这个UT的世界杯的这里面卡 我印象中速度有90 投球99 反正几乎几乎所有的数值都是在这个90以上 好 90分钟我们4比2 取得 这场比赛的胜利 进军8强 嗯 这场比赛还是很事件理理的 看看我们 8进4的比赛 对手会是谁 433 84 前方巴洛特利 右前位是大卫西尔吧 中前位奥奇尔 小猪 后位 左后也不是很强 中后也还好 接离 第9分钟 就证明呢 沙拉其 然后船中 没有顶到 正是哲科拿到了球 过了一名后位 可惜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起脚 第18比 第18分钟 我们打到球 又被断掉了 1比0 这个球我觉得我要不缠的话 他没准还过不去 我们缠了以后正好空了 20分钟 所以有时候就是 就是不推荐在你的禁区内 就是进行这种 缠人啊这种动作 因为很容易失去防守位置 这个球在边路还是很漂亮 最后可惜没有能够射门 27分钟我一脚直穿 放给了法国这位亲友 很漂亮一个扣球 就穿给了哲科 可惜还是没能弃脚 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点球 哦 轰盘漂亮 轰盘 在比赛进行了30分钟 感觉看着这个脚道被铲射掉 可惜我们这个点球没有发进去 第48日 哇 很温险啊 一脚子 你看着像长船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 Lobs路很简单 就是Ns路键 ZNL1键 它就是Lobs路 但是这个 但是这版里Lobs路做出奇的准 第62分钟 2比0 这个整球还是很漂亮 尤其巴洛特的一点 果然 64分钟 一脚直穿 但是它后卫犯了错 所以这个球很幸运 1比2 周克 还好 毕强 在对方半场毕强 又把这个球强到了 阿达德传给这个法国签腰 2比2 回到比赛 耶 托使我们还是11打10 90分钟 提升了2比2平 加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2比2 所以我们进入点球决战 我第一个点球发丢了 他的第一个点球也发丢了 他本身可以发进的第二个点球 可是他第二个点球也发丢了 好 我们继续进的第三个 第三个我们都进了 最后一个 他要没发进的话 我们就赢了 我让他提飞了 举你很好 4点 一半球赛之前呢 我们换了一下阵容 换成了南北阵容 前方有法尔考 左前面有奥斯卡 右前面有 想不想叫什么 但中后场不是很强 右前面叫卢卡斯 看看对手吧 343 很激进的一个阵型 但是很强 C罗 罗本 穆勒 伊尼斯塔 奥奇尔 孔帕尼 博阿腾 Holy Budelak 15分钟 桑切斯 攻击一下球 左下亚伦多 过了对方一名后 因为放出人 然后传给了贝尔兰多 可惜没有打进 路卡斯控球 四处给他法尔考 有点卡 法尔卡又四处给他奥斯卡 漂亮一个圆角 打到门柱上 弹入球门内 1-0 四处温柱 最后咬射门还是很漂亮 下半场对方没有摄政一脚球门 上船 四处给 鲁卡斯 鲁卡斯再咬洛普斯 入传给 桑切斯 漂亮 挑过门将 2-0 51分钟 前面没什么 因为他有点压上 所以后面空档比较大 就一直挑船了 最后这个 这个小的挑射还是很漂亮 2-2分钟 所以说 在这个 与人与人对战的时候 门将发球门球的时候 千万不要断穿 很容易就把球送给对方 90分钟 5-2-0 进入决赛 有六次摄政 对方只有两次摄政 我们换一下 也没有换人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种T还不错 保持连贯性 5-2-1-2 前锋巴特利本个马 很 很功利的一个阵型 这好像我第一次就是碰见T5 5-2-1-2 第五分钟 现场 穿球 控球 鲁卡斯 还是把球形在脚下 穿给了法尔考 法尔过来一个后卫 没有弃脚 接着过后 接着走向边路 然后穿到奥斯卡 奥斯卡春中 可惜没有进 不是没有进 连顶都没有顶到 挑穿巴勒特利本把球拿下 大脚解围 但是解围到对方脚下 能够拿 很漂亮 这个球 我没有想到他会 他会搓射 我还以为他要继续就是传球啊什么 所以跟他保持定距 36分钟 2-1 奥斯卡 插入禁区里面 胡克 胡克的问题主要是他是 他是左脚 所以他右脚不是很强 这脚没有踢上力量 本来我觉得应该进的球 我们有6次什么 6次都摄政了 可是没有取得进球 对方只有三次就取得了一次进球 这个机会也很好 有时就是说运气啊 卢卡斯 2-1 再传回给卢卡斯 也没有筋 这后场不是很强了 最后1-0 输掉决赛 啊 没有办法了 足球就是这样啊 还是很平均的一场比赛啊 我觉得至少应该 踢个1比1啊 进加10什么的 无所谓了 再接再厉了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不要忘了订阅哦 拜拜